疫情重创经济和人民的生活 财政部昨天宣布第四度开放门槛 让公积金存户提领存款来应急 纵然深知养小防小击鼓防击的道理 但对于迫切需求者来说 应付眼前比顾及未来更加的重要 至于要如何填补养老金的空缺 眼前也只能够努力的工作 见步行步了 政府两年之内 四度允许公积金局存户提领存款应急 而这一次的提款上限是一万令吉 记者深入首都街区探访民意 民众都认同缴纳公积金都是为了退休养老 但一家不知一家事 疫情打击生计 火烧眉头 存户被逼掏出储蓄生活实属无奈 我觉得是看个人的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弄到很多人 也是很需要钱 所以就有时候有好也是有不好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如果没有需要 就不要动它吧 可是如果有那个需要的话 就拿来安排自己生活一下 也是还OK 还不错的 也是会谅解一般人民的苦难吧 因为现在的疫情弄到大家都蛮辛苦的 我赞同也是有不赞同 赞同的就是可以帮助一些平民的生活 可以帮他们解决一点他们的 commitment吧 一名受访者庆幸自己的收入没有受影响 但考虑到家人情况需要 因此会考虑提领公积金帮补 提取公积金应急对一些人来说 也许是及时雨 但是短暂的克服问题后 未来养老的问题 还是必须涉及时射方解决 人员的像我 低价 我们低价 但是仍然我们工作只为一个人 所以如果我们要拿多少钱 我们拿到几个派对 但是后来,我们也不会知道 什么会有可能 还有还是没有 还是下 因为现在我们要专注 在现在 而不是在前面 再次提供了 我國目前人均壽命是75歲 政府理想中的概念是希望每名雇員 在達到第一個退休年齡 也就是55歲時 供基金戶頭能存有至少24萬令吉 每個月最少有1000令吉作為生活費 直到75歲 但提取存款後要如何補回 當局正在制定應對方案 審慎考慮制度改革 對居民儲蓄行為的影響 積極應對養老金缺口 馬興社電視林佳文採訪報導